台南市参计委员完会 今天是参选定期最后一天 同样是留给军军 国务委孙求连任到凑处 要来参选的参选人 咱爸就最后时间进行到定期 其中第一参计区议委员的部分 因为提名经纪长达来落报 及到政党推荐所的 现任议委员劳美兰 今天最后在指责 本期下到参议会完成到定期 对到达了四国外 提名总算有了结果 以其相当欢喜 也感谢董众佣 作出到政策和公平的决定 那么在这里我要感谢 我们总中央 我们的总主席 以及我们的总省委 英明的采葛 让我老美山 有法度又继续来 这个参选到 这次第四个的台南市参议委 本人非常的影响 那么在未来 我的感觉又继续认真拼 替我们的八岁来巴关 老美山标识说 他没有愿意 今天就在刷中 跟张豪泽期间的这份今 也没想过要来带董来参选 这回可以在这条提名来参选 将会专业医护 提到这个政策的推荐资料 我今天就专业 经这个好事和好事来登记 那么有我很多董事 我们董团三中的八岁 以及我们其他的议员 都要怎么来做八岁 来给我们加油 来给我们鼓励 他人说这次议会 可以实施过败 今天上午议员登记的部分 还有还有六位孙九年任的议员 包括郑嘉欣 郑培亚 周玉琪和丹昆恒 还有除处参选的 这个江湖两中人 大家完成到登记后 来划到靠河 但现到幸福的气势 也会参与参加老朵的气氛 南天新闻 咱一下来不猜方报道 咱一下 咱一下